哈囉大家好我是Robert 歡迎收看8891的新車單元要如何用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你在等紅綠燈或是去大賣場的時候 身邊的SUV是越來越多了 其實這並不是一種錯覺 因為我們翻開台灣去年的銷售排行榜 我們先不管國產或者是進口 也不管它的價位 在賣的最好的前20名車款當中 扣掉商用車有超過一半的比例 通通都是SUV 那這樣的趨勢也代表說 台灣消費者對於這種SUV產品的接受度 是越來越高囉 俗話說早買早享受玩買就只能想折扣 這句話套用在現行的Ford Kuga上面是非常的貼切 畢竟這台車型從上市至今到現在已經超過了6年 相較於同級競爭對手 它的產品新鮮度確實是不如以往 所以原廠也針對車系當中的銷售主力 也就是搭載1.5升渦輪增壓引擎的EcoBoost 182 最佳推出了CP360車型 也希望藉由更完整的先進價值輔助系統 提振一下Kuga車系在同級市場中的買氣 如果你剛好將目標鎖定在CP360車型的話 今天幾個市價重點我想你應該會有興趣 那我們就上車吧 一開始先跟所有想要買Kuga的準車主提醒一下 Kuga它並不是直接把Focus世代的Corepilot 360直接拿過來套用 而是將原本頂規245版本的部分駕駛輔助系統 下放到182版本上 如果你對Kuga是真愛的話 你現在不用花到100多萬就可以擁有 AZC、AEB、LK這些便利的配備 然後你還不用多負擔額外的油錢以及稅金等等 聽起來是不是很棒 不過我相信大家好奇的點在於 到底Kuga它的CP360 跟Focus的Corepilot 360到底差在哪裡 我就老實一點跟大家說我的感覺吧 今天的第一個市價重點就是 CP360到底要如何用了 因為Kuga它的AZC主動巡航控制系統 並沒有低速跟車的設計 就不是我們常說的全速域 所以說只要車速低於30公里的話 你就沒有AZC囉 那它的系統呢 提供有5段的跟車距離可以調整 當你在使用Kuga的AZC系統的時候 真心的建議大家不要設定的太近 雖然說SUV它的坐姿是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遠一點的距離 但如果前面那台車 突然給你緊急剎車的時候 來不及就是來不及啦 再加上它自動剎車的時機 又是給的稍微比較晚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開車壓力很大的話 聽我的 不要設定在第一格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你多預留一點跟車距離不是比較安全嗎 題外話 我真的不懂 你跟那麼近到底是要幹嘛 前面吃有金幣可以吃喔 另外在CP360 Take Knowledge系統當中 還包含了一套LKA的車道片力輔助系統 它可以透過攝影機去監測到廊房的標線 如果你沒有使用方向燈 你的車輪又快要壓到標線的話 這套系統就會介入 然後幫你稍微修正一下方向盤 只不過跟Focus的Copax 360不太一樣的是 Focus它可以做車道維持的動作 它可以讓車子一直維持到車道的中央 那LKA的話 只有在車道快要偏離的時候 它才會幫你拉一點方向盤回來 只不過我自己試用的感覺會覺得說 因為LKA它是作動的過程 它會有時候會稍微突兀一點點 因為SUV它的中心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當LKA系統在作動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好細膩準備 然後方向盤突然這樣扯動一下 車身中心這樣擺了一下 它就有可能會嚇到車內的乘客 只不過跟其他世代更新的 駕駛輔助系統相比較的話 它差別最明顯的地方在於說 它作動的細膩度 那以KUGA的AC系統來說明好了 它在自動加減速的過程當中 感覺上其實沒有像Focus來那麼的柔順 那打個比方 如果說前面突然有車子要插進來 那AC系統它應該是要先減速的 但是KUGA的話 它自動減速的那個即時性 並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給你的感覺就是 它好像突然在急煞一樣 那我相信這個部分也會是很多 KUGA的車主或是想要買KUGA的人 他會很在意的一個部分 在這期的SUV市場當中 KUGA算是少數強調駕駛樂趣的車型 而它的頂規245版本 還有國產性能最強的真號 當然ECOBOOS的182它的馬力也沒有到很弱 不過我想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它到底殺不殺得住呢 但是我想因為KUGA車重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表現可能不會太好 不過結果怎麼樣我們馬上就知道囉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今天的測試環境好了 戶外溫度是32度左右 路面還是一樣是乾的 那ECOBOOS的182它的原廠配胎是 顧特儀的ASURANCE的235-50R18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吧 佩佩啊佩佩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佩佩你還是說中文好了啦 好啦就可以出發 S檔 來 go 先固定在60 60 Keep住 Keep住 好差不多 刹車 這邊就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個重點啦 因為SUV它的車重相對就是比較重 比一般中型的房車大概會再多個兩三百公斤左右 所以慣性的部分就會很明顯 當你全力踩下煞車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所有的重量都往車頭在這邊再集中 或許你會問說 那KUGA跟其他SUV相比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KUGA因為它的懸吊設定是比較紮實的 所以它的支撐性也比一般的日式SUV要來的好 因為SUV它的重心設定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算你的懸吊設定是比較紮實的 那你這樣配到了高重心之後 對車內的乘客來說 它還是會感覺到很明顯的搖晃 如果你都是看到轉彎才準備要煞車的話 然後你的煞車又給得很急 你用想的就知道 你的車身同時要承受前後以及左右的重心轉移的話 這樣晃久了不會有人覺得它是舒服的 But 到底要如何使用這個煞車呢 因為KUGA它的煞車踏板的回饋力道算是比較弱的 所以在你還不夠熟悉它之前 你很容易第一下就踩得很大力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當你開著KUGA要準備減速的時候 應該要先緩緩的加壓煞車 然後用你的腳掌去感受那個力道的差別 當你逐漸習慣那個節奏之後 你就會比較好掌握了 不過還好因為KUGA它只是煞車踏板的回饋力道比較弱 那它在自動力的涌線是滿漸進 而且不會很難習慣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剛車出來的成績是多少吧 剛剛我們煞停測試的結果出來大概是11.11公尺 老實說目前以KUGA來說在這個項目裡面排名算是滿後面的 但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煞車主要考量還是重量嘛 你關心越大煞停的距離就一定越長 就好像我骨架比較大 我挑到游泳池裡面水化漸的就是比你們高 這種物理的特性是沒有辦法被違背的 但如果你很重視煞車性能的話 這邊就要帶出了今天最後一個重點啦 當你今天入手了一台KUGA之後 我是滿建議大家去針對這個部分進行升級的 我們不是鼓勵大家把車子開很快 而是說當你遇到緊急情況的話 能夠趕快的把車子停下來 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嗎 相信會把目標鎖定在中型SUV的朋友 多少都是對車子空間比較在意的家庭買家 而一般的中型房車或者是先輩車 它在空間的利用效率方面 還是沒有高車身的SUV來那麼的好 那假如你今天是一個五口之家的話 當後座放了兩張兒童安全座椅 到底還剩下多少空間呢 從這個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內部的橫向空間表現方面 比我們之前試駕的CR-V在好上一些些 所以感覺上舒適度是更好一點點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它的後座椅墊是比較短的 那以我171公分的身高來做示範的話 你會覺得我的腿部的支撐性還是不太夠 不過還好 它的後座底板還算是平整 所以我的腳掌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去做伸展 那長度旅行的話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喔 對於SUV買家來說很重要的行李箱空間 我們一樣會把兩張兒童安全座椅 放到後行李箱裡面來做一個示意 希望大家能夠對KUGA的置物資源行李箱 有更清楚的了解 這代KUGA從國產上市到現在已經累積了一定的小手量 只是當其他對手陸續改查換代之後 它也面臨了極大的考驗 那根據我們掌握到的消息 其實國外的KUGA已經開發完畢了 那根據四代交替期間的潛規則來看的話 這時候入手反而是優惠最多的時候 所以像是Copilot360的Technology系統 現在不用百萬元就可以擁有 那如果你在搭配特定的條件 比如說像是現金購或者是就換新活動的話 都有機會把價格壓到90萬以內 如果你剛好對於現在的KUGA CP360有興趣的話 大家去展示間試乘的時候 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它的ACC主動巡航控制系統 包含它更測距離的設定 以及它自動加減速的過程 大家在展示間試乘的時候 可以去體驗一下 它作動的細膩度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 後面兩個重點其實都跟剎車系統有點關係 那SUV因為它的重心本來就比較高 所以當你在踩它剎車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感覺到車身的重心的轉移 是比傳統的房車要明顯一些的 這也就表示說 我們在踩它剎車的過程 如果是比較粗暴一點的話 車內的乘客坐起來就會比較不舒服 那最後一個部分其實跟車重有點關係 那因為SUV它的車重普遍來說就是會比較高 所以在市區當中開車的時候 你可能感受還沒有那麼明顯 但在某些極端的環境之下 你會希望它的自動力道可以再更強一些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很注重這塊部分的表現的話 後續剎車的後續升級跟改裝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的喔 如果你剛好是這代KUGA的車主 或者是對KUGA有任何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然後我們也有LINE群組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一起聊天 我是Robert 我們下次見 掰掰